十二檔的數碼遊戲 這場賽事很好分的 十五倍的賠率 起本時數碼遊戲是不慢的 反而等一等的那隻是資金 很輪盡的馬 放在前面放頭 輕放馬金海王 那些就馬上放在前面走 還有一齊放的就是城市之寶 閉加火了 兩隻馬大家鬥燒 會不會一齊乾呢 還有一隻平民百姓一摺 就摺了上來了 第二位 之後再有些 跟著騎一騎上來 就見到那隻就是開心勝義 這隻熱門馬來的 開心勝義 還有那隻就是拍檔福星 還有那隻就是馬主威威 那些都跟得幾前下 再後一點 跟著見到聖招翼是不慢的 留在後面的幾隻分別 就是有紅心鬥志 禮贏就跟回到中間的位置 這次比以前留後了少少 資金那些都在尾 走到差不多對面直路那陣 現在帶頭 就依然見到 扯戰扯走就是城市之寶 話可明完那隻開箱勝義上來燒它 跟著金海王 三隻大家一起拍著 上來第四位那隻平民百姓 看見你前面三隻馬這樣燒 我就給你留一留 拍檔福星就在外蘭第五 第六位守得很靚的位置 那隻是馬主威威 馬主威再後一點 跟著現在開始踏油上來 那隻是勵贏 勵贏之後入面是勝招 再後一點說數碼遊戲 看見牛仔在哪裡 剛剛見到就是入鏡頭 後面那些是黃雀 紅心鬥志 資金那些還在尾 差不多預備 在預彈 帶頭現在依然還是 城市之寶按著 金海王開始要騎了 開心勝義騎了 這場馬有一樣東西 是怎樣 是否要警告一下他 都未過終點 不騎了 他好像手說 我得了 這隻馬根本 都不知超了多少分 這些是屬於 所謂的手勢 就不對 這樣看 他來香港兩季了 上季 打了十八場 一聲被人扔下來 扔下來重傷 跟著之後 回來香港 到現在才第一次贏馬 他真的很開心 開心是應該的 大家看看 過了 他知道了 我們都知道了 馬追不到 但這裏 你都要騎的 不是拿手出來 踏踏踏踏踏踏 三個拳頭 我得了 這隻馬 這隻馬 如果這樣的姿態過終點 不用他騎 鄧少尊騎都贏了 你現在 最重要要他贏的那隻 只是叫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這隻馬 我們經常說 都用了八八九九 他真的很幫他 如果平民百姓第一場跑 是輸了 揭兩場跑 都可能是輸的 為什麼呢 剛剛在那場跑之前 噴噴聲下雨 那隻馬是很奇怪的 就是這樣 這隻馬一有雨 不知道為什麼 很興奮 一落雨 他就跟他 搶下來走 平民百姓很少這樣走 還有一件事 今季你真的要撐一下這些馬 之前他跟那些 露露湯鑽石群鷹那些 那麼兇的馬跑 都不是輸得很遠 輸六個馬位 突然間 不知為什麼 那個評分 35分到15分 他剛剛35分 可以來到和那些好水的馬跑 差了兩班 然後還有賠率 那麼 今年這個新的評分仔 你最好就是敲這些農馬 我想問今天那些馬 其實關不關變化地的問題 對 剛剛講完 平民百姓就是 就是那一層 這隻馬 真的要下雨才行 不下雨他不會跑 還有 始終都是放了這個鄧迪磚上去 如果不是放了鄧迪磚 那些人有這麼多冠軍 我還想問一個問題 以呂馬民的身份 什麼叫燒 我不明白 你經常講 燒的意思就是 兩隻馬 大家一起在前面鬥放 越走就可能越快 結果最後大家都回不了氣 就散了 我們就叫做胡燒 其實這些人 你看看那個戴著被箍那隻 叫做金海和 這隻馬 馬仔細細 燒乾了 他就跟人家鬥 一直鬥著 頂著那隻開心性 我們就文雅之用個燒字 我們就說燒燒 但我不太明白 都在說 最後衝上來那隻 你看看打路打車輪 那隻數碼遊戲 那時候也不是很關馬 馬主威威叫做交手 鬆的